南韓他的經濟面臨到困境 那中國的一些經濟數據 大家也在分析說 好像好像也是有待努力 那中韓之間的FTA 其實是在二零一五年就簽 大家有沒有印象 那年中國跟南韓要簽FTA的時候 他們兩國要互相加強 他們的一個貿易的一個 這個互相的一個這個存在感 大家是那個時候就講 那怎麼辦 臺灣怎麼辦 我們如果這個跟南韓 我們的產業結構如此相似 那他們跟中國大陸做生意 然後簽了FTA 那我們沒有 那個時候曾經有一個預言說 十年內臺灣要完蛋了 但是我們來看到十年不到 先完蛋的是南韓 為什麼我們來看南韓現在 以前他對中國都是貿易順差 但是現在貿易逆差 而且越逆越大 快要變水逆了 好那到底這個中韓的FTA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要趕快有請郭真哥 對我們看到現在韓國的狀況 我們就想起的那時候二零一五年 是經濟鋪的智庫 寫的那篇文章就是中韓FTA 臺灣十年完完 而且要趕快簽服貿協定 結果還八年 還不到十年 韓國完完了 韓國是怎麼完完 我們就來看 到底他們簽完中韓FTA之後 發生了什麼事情 二零一五年簽了之後 韓國確實是如虎天衣 這件事情是事實 韓國對中國的出口是大量增加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二零一六年有一個韓劇叫藍色海洋傳說 或在中國好像叫藍色人魚傳說之類的 詮釋寫好像塗了一個人魚色的口紅 結果在中國爆紅 所以韓國的化妝品 大量賣完中國 因為FTA簽了之後 大量化妝品賣完中國 所以一度開了一千多家店 艾茉莉太平洋 變成是一個在中國非常走紅的一個品牌 而且口紅賣到缺貨 缺貨賺得盆滿 駁滿 那時候韓國一年出口 到中國化妝品 其實高達兩千億臺幣 韓國一下子 擠升為全世界前三大的化妝品 出口真的不簡單 所以到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韓國真的是FTA簽的時候 效益很大 出口中國金額達到五百億美金的順差 賺了非常多的錢 韓國的家電 韓國的汽車 韓國的鋰電池 是韓國的化妝品 都,都如碌碌無人之寄 好多人民幣 賺很多人民幣、賺很多錢 結果從那一年開始 有台語就話 你會老,人會老 國語叫做廣東話 喜歡講的 出來混總是要還的 你的東西 別人早晚會學會 我們都签FTA 或是签ECFA 我們總會說一句話 是市場很大 但是下一句話 沒有說嘛 市場 那麼競爭也很大 我那時候訪聞臺灣的自行車大佬 說中國市場要非常小心 我們絕對不能放棄 因為他會長出一頭大老虎 咬著你在全世界跑 哇 這句話就可怕 所以從那二零一八年之後 中國的各種的品牌慢慢崛起 今天我們看到韓國化妝品 完全被中國化妝品取代了 所以當年的全智賢的 所謂那些口紅店都關掉了 上千家店慢慢都收光 線上跟實體都逐漸收到 收掉了 今年三月韓國還找了英國演員 來代言他的口紅 代表什麼 他開始逐步放棄中國市場 所以慢慢的就變成中國各個品牌 都挑戰韓國品牌 例如我講林德時代電池 去挑戰韓國的鋰電池 LG三星的電池 其實曾經參拜世界 中國的海鵝美帝小米這些家電 挑戰韓國的三星手機 韓國的家電 昨天的日本變成今天的韓國 中國各個品牌追著你在世界跑 是不是還有一點點政治因素 中韓之間關係沒那麼好了之後 其實中國消費者很特別 他們很有愛國情操 所以他會愛用國貨 對不對 所以他們化妝品 幾乎全部都一面倒了 百分之五十開始買 中國本土的品牌 甚至九成以上 還會繼續購買中國品牌 甚至連中國的服裝都比韓國強 而且還外銷到韓國市場 所以我們看到這張圖 結果就發生什麼事情 變成中國產品大量賣到韓國去 所以變成是韓國是對中國順差變成逆差 而且逆差時去再擴大 像今年現在我們在看這張圖 中國從今開封之後 從今解封之後 只要事成認為是正面的 其他認為都是要嘛中性 要嘛是負面 韓國變得非常慘 所以我們往下看 就會看到韓國的社會就變成 他的負債越來越高 工作越來越辛苦 代表什麼整個國家面對這樣的挑戰 是非常激烈的 所以為什麼韓國這一次我們可以看到 找了英國演員來代理自己的愛茉莉太平洋產品 然後他的影席月的第一夫人 金建希到了美國才訪問 帶的都是韓國財團 因為韓國財團需要是美國市場 擁抱北美市場 所以你可以看到改變非常的清楚 因為中國企業追著他在全世界打 如果我們來說中國被美國懲罰 誰是最大受益者恐怕就是韓國 舉一個例子好了 長江儲存的記憶體 一旦被阻止出口到全世界 第一個受益的當然是三星 跟海力士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韓國跟中國的外交 跟美國的外交產生很大的變化 連企業合作也產生非常多的變化 韓國財團通通跑去美國見拜登 台灣值得去思考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真的要去想這個問題 韓國的FTA十年不到就晚晚了 我們還要喊說 台灣真的要ECFA嗎 台灣的ECFA到底變成怎麼樣 我們來看這張圖 我們來看兩個圖 兩條線 一條線是ECFA早收清單 佔中國出口到中國的比率 紅色那一條 其實我們一直在往下滑 接下來ECFA早收清單 佔我們的總的出口比率 也在往下滑 代表什麼 其實有沒有找收清單 已經對我們來講 越來越不重要 甚至韓國發生的事情 也會發生在台灣 因為很多產品 他也開始會學會這些東西 慢慢的出口到台灣來 所以我們如果還是依靠浪力 依靠台灣說 中國浪給我們的 我們像韓國那樣 其實我們非常危險 那反而更應該警惕的是 這個第二張圖 這也是我們要提出來 要非常小心的是 中國出口東協的開始在增加 出口到歐美的越來越少 這代表裡面有個很重要的含義是 以前透過我們的供應鏈 從台灣出口到中國 加工再出口歐美 這條線逐漸在變少 也就是說蘋果手機 可能透過中國製造我們的原料 台灣的原料到中國製造 再出口歐美變少了 中國直接出口到東協 再加工出口到歐美 可能會被增加 那台灣如果不去早點因應這件事情 我們下一個下場 可能會跟韓國一樣慘 如果沒有注意這件事情 而不能早是一直在想讓你讓你讓你 應該想的是競爭很快會來 而且很可怕 對 中國解封以來 第一個爆紅的名詞 叫做知博燒烤 總個中國都在知博燒烤 整個中國都在到處封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就要去看 中國為什麼解封之後 大家在封這個東西 就我們去看 他爆紅的原因是什麼 爆紅的原因 我看到幾個關鍵數字就出來 大學生組團去知博吃燒烤 人均消費三十元 就可以吃到三十元 對 那還有一集在B站的視頻 就說人均消費 兩天一夜 人均消費一百五十元 知博燒烤 含住宿 這是一個非常可怕 一百五十是多少台幣啊 七百 我們把去頭去尾 把它加到最高 就是七百五十塊台幣 七百五十塊錢 你五一長假出去玩 然後玩七百五十塊台幣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消費在降級 人家花不足錢 大家都在尊結荷包 所以知博燒烤的特色 當然還要講一下啦 就是玩還是要玩啦 但是我很省的玩 對 所以第一個字叫知博燒烤 紅了變成是解封之後 最紅一個詞 那為什麼他會紅 我們就看到他最標準的三套件 叫做小餅烤爐跟蘸料 那他就是一定要煙火 為自己慢慢烤 所以大學生有的是時間 因為很多年輕人 有的是時間 在旁邊慢慢烤 那我就仔細研究一下 就發現他們一定要吃小餅 在我們看來像大餅 對不起 因為他夾起餅 所以很容易吃飽 吃個十串 十串已經很多了 就是夾了大餅 你看韓國烤肉是夾蔬菜跟大蒜 很難吃得飽 所以加上大餅 夾一個那麼厚的 一個麵粉製品 超飽的 對 就是我們吃烤鴨的烤餅 而且是很大 所以很容易吃飽 所以變成是大家都在瘋狂 吃這個小餅的燒烤 的滋伯燒烤 就是滋伯燒烤最紅的原因 因為年輕人吃不起 很難吃得飽 所以大家瘋狂的在封 滋伯燒烤 就是背後這個原因 想要三十塊就能吃飽 接下來滋伯燒烤紅之後 又有第二個詞 在中國也開始爆紅 叫做窮遊 窮遊啊 窮遊 到底什麼叫窮遊 就是一百五十塊 可以滋伯兩天一夜 又能吃飽 開始網路上 到處都是年輕人 各種人在分享視頻 一百五十塊 遊上海兩天一夜 我上海兩天一夜 真的是誇張 你晚上住哪裡啊 住哪裡 至於就問到一個問題 我就看到很多的攻略就會出來 你到底要住哪裡 去買票 到底吃什麼 我就仔細的研究一下 去趁海底撈的餐廳 因為海底撈 有的開二十四小時 你在椅子上直接睡 甚至有的直接 能夠坐火車 就不要坐高鐵 能夠走路就不要坐地鐵 能夠有椅子睡 所以就不要住宿 這件事情就開始爆發 甚至更誇張 我看到網路還有住公車 但是這種極端現象 住公車 公車 公車 這種極端現象 我們就不要去批評 別人說我們在籌劃他 但是這個現象背後代表什麼 他的消費力在往下降 有些統計數據出來說 整個五一長假 人均發不到五百塊錢人民幣 你看他是五天 不是兩天 所以五天花不到五百 中國的消費力 亦自然會往下降 所以GDP沒有辦法拉動 就會產生一件事情 我們來看四月份的PMI 這個所謂的製造指數 結果製造指數從今年一月解封的時候 一路攀升 結果四月份的時候掉到了49.5 這代表什麼現象 代表中國解封重開機 還真的是當機了 因為你的投資 所有的供應鏈開始往外逃 外商也不願意回到中國投資 所以這個投資是沒有了 再來是出口也在衰退 所以我們在前兩集 我們有講出口 出口結構整體是往下衰退 出口也沒有了 接下來年輕人消費 在吃自薄燒烤 加所謂的窮油消費也沒了 所以PMI調回比解封前還要低 這代表什麼 整個李強的團隊 以及新的解封政策 沒有辦法拉動中國的經濟 他又調回了農枯線一下 就代表景氣要步入衰退了 這是很可怕 三個月回到原點 那代表中國本來是春天來了 現在寒冬再度來 您再來看第二條線 就是他的CPI跟PPI 就是他的物價指數 兩個去算的話 結果他的物價指數 竟然CPI是自連增零點七 創下十八個月來的新低 PPI只連減二點五 連續六個月負成長 這代表什麼 全世界都在通膨 剛才還在講說三星要加薪 韓國在通膨 我們也通膨 結果中國在通縮 整個他消費力完全上不來 所以我們來看到 所以你看到中國的央行 其實還在還在寬鬆當中 他們還在降息 結果寬鬆 CPI是這個樣子 這才可怕嘛 所以我們來看看財報 我們看到最新的鋼鐵業的財報出來 鋼鐵業的財報 像寶鋼這些獲利還腰斬 中國七大汽車集團一樣 全部都往下滑 上海汽車集團出口很多 一樣往下滑 中國的水泥鋼鐵的所有的指數 都在往下掉 這代表什麼 原來中國的春天沒有來臨 現在反而要進入寒冬了 我記得拍照片嗎? 我是不是 我只是拍照片 我可能不可以拍照片 你不知道